在使用Power BI分析资料之前 需要对资料进行清理和转换 因为原始资料可能存在各种问题 例如资料不完整 重复资料 格式不一致和不正确的资料类型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资料的品质和可靠性 并导致错误的分析结论 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如何做资料清理 也就是我们来去把这些资料正确的类型 把它赋予进去 如何做资料清理 要开始请各位跟着做 第一点选常用 第二点选上面这个转换资料 点选查询里面的转换资料 这个画面它叫做Power Query编辑器 等一下我们离开这边 我们是不做任何储存 我们是直接关掉Power Query 然后套用给Power BI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 如何把行ID定义为正确的资料类型 这就是数据清理 我们现在要做如何做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要做什么事 要做的是如何将行ID定义为正确的数值类型 做法很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一请点选行ID的123 然后点下去之后 请改成文字 第二点到文字之后 第三请点选取代现有 做完了 但是数据清理我还没讲完 数字清理我还没有讲完 好三个步骤 然后完成就是数据清理 将行ID从数值类型 123数值类型 改成文字类型 做法很简单 就是点选刚刚行ID前面 这个123切换 就是点一下 然后切换到文字的ABC 然后取代现有 数据清理